吃啊 盡量吃啊 一人吃 兩人捕海魚雙魚最大 五六個月的時候 我就已經跑到七大公斤了 請問一下鹹酥鸡 第一題耶 才第一題 大閘蟹 大閘蟹不是很冷嗎 懷孕常吃深海魚 胎兒腦子會破大洞 這個的話就有可能喔 這有可能 解決媽媽生活大小事 媽媽開心 全家就開心 歡迎收看孕期神隊友 哈囉 我是主持人珊珊 我們的節目就是要陪你一起 讀過孕期大小事 今天要先歡迎我們美麗的孕婦 菲佳琪 佳琪 大家好 我是佳琪 目前懷孕八個月 大家可以看得到非常的大囉 那我們今天呢 也特別邀請到的 我們今天的神隊友 林鎮中林醫生 大家好 那是不是可以跟 就是我們的媽咪們分享一下 就是你在懷孕的過程中 你的飲食有沒有改變 因為我 三胎其實 害羈都很嚴重 是 食物的原味 肉味 菜味 對我來講都會非常痛苦 所以我前面真的很不乖 那我就吃得比較不健康 所以前期我真的胖很多 記得五六個月的時候 我就 七八公斤 我們要來Q到醫生 醫生這樣可以嗎 可以 這樣的話當然是 稍微多了一些些 因為孕婦我們會建議 懷孕大概胖十到十四公斤 整個孕程 整個孕程 醫生是可以中午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前期中期 後期要怎麼吃 對寶寶也對媽媽比較好 是的 前三個月事實上 最重要的 我們都會告訴媽媽 葉酸的補充 因為它的補充 除了我們可以補血 而且可以預防神經管缺損 比如說吐唇 那所以說 前期的媽媽 前三個月 因為她肚子 寶寶有一個自己 等下說帶個便當 還有個軟黃囊 提供自己的營養 等到八到十二週以後 慢慢她退場 變成我們媽媽 寶寶自己一個胎盤形成以後 自己來吸收營養 那所以前三個月 老實講 很多媽媽都會經歷一個孕吐期 然後媽媽吃了下就好 你想吃什麼 我都跟媽媽說 沒有什麼禁忌 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但是三個月以後 開始寶寶可以 開始慢慢吸收了 那我們就要注意 這些要均衡的補充 那等到懷孕大概五六個月以後 這時候又開始跟寶寶的重量 成熟有關了 那時候那只要注意 有些東西又不能過量了 我們除了鈣跟鐵的補充 要夠以外 那主要的成分 那其他糖分就不能太多了 因為到時候會有一個 好一個韌成糖尿病出來 六個月的時候要測的對不對 對 那媽媽最怕這個 對 最怕這個了 真的要喝那個糖水 想不到就難過 沒有 喝完糖水還怕沒過關 對啊 沒過關還要喝更多糖水 是 那醫生那除了這些之外呢 有沒有一些就是媽媽的補充 比如像媽媽奶粉這些 可以做補充嗎 事實上是可以 因為它裡面就是除了奶粉 有鈣的補充以外 它有一些均衡的維他命 等於說全部都有了 但是記住不是吃多就好 適量就可以了 醫生其實因為寶寶啊 就是在媽媽肚子裡面啊 那個營養素都是來自於 胎盤所供給養分的 所以媽媽的營養補充 要特別注意的是什麼 原則上我提醒大家 就五個月以後要注意體重控制 糖分不要攝取太多 其他事實上都可以 那我自己在拍戲的時候啊 因為我們都是便當嘛 對 那有時候就是 菜車也不一定都合我們喜歡 然後我就覺得 我可能像剛剛林醫師說的 我可能就去買一個簡單的東西 一碗麵線啊 或是一個乾麵啊 但我覺得我自己營養不夠均衡的時候 我會隨身帶那個第一季精 就是讓寶寶可以補充多一點營養 有一些要禁忌的就是太複雜的東西 我舉一些例子 加工的 比如說什麼麻油雞酒 薑母鴨 麻辣火鍋我也不推薦 十全大補我也不推薦 因為加太多了 一直被戳到 薑母鴨我好愛喔 對 不是 我覺得台灣媽媽有一個盲點 就是呢 台灣人只要懷孕的時候 身邊的人就會跟你說 吃啊 盡量吃啊 一人吃 兩人補 一人說你最大 然後你就會很安心的就什麼都吃 狂吃 對 醫生說的話還是要聽喔好不好 什麼都能吃 但是均衡營養 那對於外食主醫生 有沒有什麼樣的建議給他們 那我會建議說 盡量他們中午可以的話 去吃自助餐 菜色自己選 喔 多元一點 多耶 多元 而且它你可能可以補充藥的纖維 青菜維生素 可是像譬如說吃完便當 會覺得便當很油膩 其實你知道孕婦很怕油膩這件事情 那在喝飲料其實 對寶寶好像太多的糖分又不太好 那如果有沒有一些比如說像豆水啊 或一些什麼樣建議的飲料 可以推薦給大家 那我很推薦紅豆水 還不錯的選項 而且去油膩 對 去油膩 豆水去油膩 然後又消水腫 其實對孕婦是一個非常好的飲料 但是你知道其實在台灣啊 只要一懷孕之後 就是爸爸媽媽公公婆婆就會出來點你說 欸我跟你講你這個不能吃 真的 我跟你講你那個不能吃 三姑 六婆 出兵 隔壁 全部都很熟 連去那個餐廳吃飯 隔壁的阿上都會過來跟你講說 你那個 你以為怎麼吃這個啦 對 然後就是會有非常非常多的禁忌 待會我會出題 然後呢 能吃的就幫我打圈 不能吃的就幫我打叉 我們來看看佳琪的觀念 有沒有傳承醫生的正確 我完蛋了 好 準備好了 好 請問一下 鹹酥雞 哈哈哈哈哈哈 第一題耶 才第一題 接下來要請問一下 珍珠奶茶 好 大閘蟹 大閘蟹不是很冷嗎 大閘蟹 好 我們等一下來問一下 冰淇淋 西瓜 泡麵 生魚片 其實能吃的滿多 而且你也打很多題對的耶 沒有 因為我都吃 本來吃是不是 那醫生我想要問一下 就是鹹酥雞為什麼不可以 對啊 因為鹹酥雞 它的就太鹹了 調味料不要加太多 那個膠鹽 因為我們婦產科醫師 最怕的就是高血壓 鹹酥雞吃太久 容易再來水腫 水腫再來又變高血壓 那醫生 大閘蟹呢 對 因為感覺是吃了太胖 你們要看它的來源 因為它有一些 大陸有一些產地出來的 有代澳心 還有什麼寄生蟲 寄生蟲煮了就熟了 代澳心 那個是去除不掉的 那大閘蟹這種螃蟹 它比較冷 生性很冷 吃螃蟹這個東西 蝦蟹這個東西 如果你是過敏體質 你就不能吃 千萬就少碰了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吃了以後過敏 你的孩子以後出來 也容易過敏體質 哦 那醫生我比較有疑問的是 生魚片可以嗎 是 這很多媽媽問我 因為我們台灣人 很喜歡去日本旅遊 那我會告訴說 你吃生魚片的話 一定要那種低溫冷凍過 它就殺菌 殺寄生蟲 那醫生西瓜可以吃嗎 西瓜它吃多 它比較冷 它是一個比較冷性的水果 吃多會拉肚子 那孕婦不能夠 隨便拉肚子或灌腸 因為拉肚子以後 子宮收縮容易動到太氣 其實民間有非常多的 食物的禁忌傳說 佳希你有提過嗎 吃 那叫什麼 倒油會變黑 變黑之類的 應該不會吧 不會 所以沒有這樣的說法 那我講 日本人最愛吃醬油 你也沒看日本人很黑啊 很白耶 所以那只是傳說 像咖哩大家就要注意了 咖哩事實上也沒有這個問題 可是有一些高級的咖哩 會放紅花 斑紅花 那個會造成子宮收縮 那個也不能過量 懷孕常吃深海魚 胎兒腦子會破大洞 這個的話 就有可能喔 這有可能 為什麼 因為深海魚 因為環境污染太厲害了 越大的魚 像鮪魚 越大的魚越深海的魚 它可能種金屬越多 所以我們反而現在是 提倡吃小魚 而不是吃大魚 不只小孩 連大人腦都會破洞 都會受傷 所以是因為重金屬 重金屬 對 所以這個要注意 因為在懷孕的過程當中 這麼多的忌口 難怪媽媽會心情不好 但是為了寶寶的健康 為了媽媽的健康 我們還是有一些飲食的規則 要來遵守 那我現在的話就是 我就是訂那個養胎餐 比較清淡嘛 那比較均衡 有肉有菜 然後它都配好的 然後它的飯也不是白米飯 它就是五穀米這樣 所以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我的體重有受到控制 醫生這樣的飲食 你們有什麼建議給大家 怎麼吃能夠養胎不養肉 糖分 是 澱粉類 是 還有那個蛋白質 是 那再來青菜水果 它的比例3322 你吃三份的米飯 那配三份的蛋白質 然後再加兩份的脂肪 那再加上兩份的青菜水果 這樣搭配下來媽媽會蠻均衡的 那醫生真的有好多的孕婦 喜歡吃甜的啊 喜歡喝飲料 怎麼辦 偶爾為之 但是先決條件不能有任成糖尿餅 就是有些媽媽 她真的想要喝一點有味道的 豆水是建議的吧 對不對 對 那個豆水的話我還是很推薦 因為到現在 但是記得喔 有的媽媽豆水會自己加糖 自己加 我曾經有媽媽水總 你看我介紹去喝紅豆水 她說林醫生因為不好喝我加糖 她所以說 她說為什麼水總沒有消 問了結果原來加糖 那今天真的很謝謝林醫生 還有謝謝家綺 謝謝珊珊 也謝謝來到這裡 和我們分享孕琦的飲食 那其實媽媽吃得開心 最重要記得均衡飲食 媽媽開心全家都開心 真的 真的 那我們孕琦神隊友 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好 OK 走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那加綺 你要生了 你還有特別為寶寶準備些什麼嗎 我跟妳說 我們家小斗宅真的很帶慘 我所有的東西通通不用買 全部大家有準備好 因為我們家親戚 我哥哥生兒子 表姐也生兒子 所以我們現在斗宅已經有20雙鞋了 真的嗎 就是從出生到2歲的 五歲的都有了這樣 那加綺 你有存期待寫嗎 有 你有存期待寫 我就幹細胞 喔 存期待寫跟幹細胞 因為以前哪有這種東西 真的 我也覺得這好需要 然後那時候就是去上媽媽教室 也有聽名醫師他們講 然後後來就知道 原來幹細胞它有用途這麼多 而且存一個全家人受惠 結果那時候就把寶寶幹細胞存起來 對 就是這真的很不錯 對 以前沒有存到啊 現在既然有能力 然後也是最後一胎了 就想說一定要把它存下來 因為最後一胎 已經下地決心最後一胎了 對 想要縫度了 所以一定要先存好 所以就是對大家都好 對啊 很不錯 好 生產順利 謝謝林醫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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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